香港的道路網絡長達2112公里 截至2018年12月 香港已經有超過240萬名駕駛執照持有者 以及超過79萬部已領有牌照的車輛 而警方一直都透過不同的方式 保障市民的安全和打擊交通為例事項 其中自動車牌識別系統 就進一步加強了前線人員的執法效率 走快步, 我肚子餓了 那吃什麼? 去樓棚山吃海鮮吧 到了 慢著, 什麼事? 你上個月扣滿分, 被人釘了牌 你忘記了嗎?還開車? 沒那麼巧合, 怎麼會被人捉到? 不要了, 不如讓我開 還沒開 怕什麼啊? 是呀… 給龍拿吧, 這些東西不要拼搏 不是, 我雪藏牌比你釘牌好 拿來吧 小心點 然後, 我有了 我記得要不要拼搏 被人捏 不咳 我已經購買了 有了 不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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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上面留意,有輛白色私家車 HL1845,前科技白銀,聽著 有, 白色私家車, HR-1845收到 好, 司機先停車 好, 司機麻煩安全情況 洗澡前面巴士站 好, 司機, 停車 司機麻煩你適時駕細執照和身分證 好, 黃先生請你稍等 好, 司機麻煩你 電台, Kilo 5, Charlie Kilo 5, Charlie, Sven 電台, 麻煩你交到你農場巴士站 來個人車 Hotel Nima 1845 Hotel Nima 1845, OK 人牌, 查理432 黃先生,停車後沒有停車 收到電台 黃先生,請回車後登記定例 請問我剛才沒有超速 為何要截停我 黃先生,根據資料顯示 這輛私家車的登記車片已停牌 所以我有需要截停這輛私家車去調查 好,黃先生,你可在安全情況下離開 幸好我剛才叫阿龍開車 你還想說博 我怎會這麼巧,被警察查到 這次算幸運,如果真的抓到 你還要很久不用開車 警方在2015年3月開始採用這個 自動車牌識別系統 讓交通執法人員可以透過這個系統 偵測相關的交通為例事項 而在2019年3月 我們就推出了進階版 務求優化當中的功能 顧Sir,可否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系統 好,Ruby 現在這一輛 就是安裝了自動車牌識別系統的警車 自動車牌識別系統的儀器 包括偵測鏡頭 以及一輛已經預先由運輸處 下載數據的流動電腦所組成 系統會自動讀取車輛登記號碼 並即時將該號碼和有關數據 作出比對 如果發現車輛可能涉及嚴重交通為例事項 人員會截停作進一步的調查 在當初的階段 警方主要會針對登記車主已經被停牌 登記車主涉及交通拘捕令 或者車輛未獲發牌照的交通罪行 而到了現在 系統也能夠偵測到佈失了的車輛 令前線的執法同事 可以更有效地打擊 利用失車去犯案的有關罪行 跟以往一樣, 系統是實時偵測的 對於被偵測過的車牌 是不會有任何資料儲存的 警方已經諮詢過律政司的意見 確認自動車牌識別系統 是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及保障資料原則的 我知道在這次的優化過程中 交通部會為五大總區 一共八輛的交通巡邏車 安裝自動車牌識別系統 令到執法方面更有彈性和效率 而除了功能上有優化之外 我知道執行上也有不同的 是的, Ruby 不如讓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設置自動車牌識別系統的警車 除了車頭有一個鏡頭之外 在車身的這個位置 其實也有一個很顯眼的鏡頭 影響警車後面的情況 這兩個鏡頭都會自動偵測 其他經過車輛的車牌 如果發現目標車輛 車內的人員會利用螢光幕 鎖定目標車輛的車牌 以及顯示出私以為例的事項 而警方也會隨即在安全的情況下 對目標車輛進行截停 以及作出調查 確認遺例者的身分 以及相關遺例的情況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以及減低交通意外 是警隊的首要行動項目之一 而這個自動車牌識別系統 有助前線人員篩選 以及截查遺例的司機和車輛 更有效地打擊交通罪行 所以各位駕駛人士, 記住 如果明知道自己的駕駛執照 以及登記車輛有問題 千萬不要停而走險, 以身示法